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球队教练看到帅小哥跑步快到出现幻影 一瞬间惊为天人便挖掘他进入了大学校队 但尽管如此 帅小哥的智商依旧不高 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萌萌哒 这天他看见小妮和一个男人在车里做羞羞的事情 他居然以为小妮遇见了坏蛋 冲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可怕小妮气坏了 接着帅小哥把小妮送回了宿舍 面对宁乐宇性感漂亮的小妮 帅小哥却什么都没有做 老人顺顺利利的闭了一夜 帅小哥选择了重军 而小妮却去酒吧开始了卖唱生涯 一天 帅小哥穿着军装在台下听小妮唱歌 还把几个伸出咸猪手的牛芒给打了一顿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小妮觉得他和帅小哥已经越走越远了 心头一转 帅小哥的部队受到了敌军的偷袭 死伤无数 而帅小哥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不仅没有受伤 还从枪林弹雨中救出了战友 战争结束后 帅小哥也受到了表彰 帅小哥的母亲病情深重 两人再度重逢 紧紧的相拥在一起 帅小哥当天就向小妮求了婚 小妮感动于帅小哥的深情 两人共度了幸福的一晚 但没想到 小妮没有留下支言片语 再次离开了帅小哥 帅小哥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放弃 他耗费了几年的时间 不知疲倦地奔跑 寻找着小妮的下落 小妮在电视上见到了他 此时的帅小哥已是胡子拉插了 他非常的感动 带着帅小哥的孩子 找回了他 两人终于结婚了 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影片 严肃中带点小幽默 其中穿插了生活中的很多小细节 而那句 人生中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哪一颗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好了 今天的观影之旅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哦 我是小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加评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